你把这镯给我灯了 行吗 这个镯都不黑 我家姑娘给我灯着给的 哎老头 你咋上来就抢人家的镯呢 大妈来香个亲分 分钟还损失个镯呢 哎李大哥 开门迎接我们呢 今天来相信的是李大爷 大爷今年71 是个丧偶的 每个月能收入个4600元 别看大爷没老伴 光这个收入 大爷那小日子过得也是相当不错 把哪块拽了呢 这个地方吧 骨头不得是啥 这块肉疼 啊就伤着肉了 这肉疼 我看你这骨头这块咋子呢 五十年 啥呀这是 一块脂肪脂肪瘤 这也不影响 完了也不影响啥 什么也不影响 就不影响啥 也没考虑说给他做小手术啥的 我还爱他这一刀干啥呀 我给你拿防罩 你看防罩 好李徐文 对 我得担任我也是 我办啥事不护了 大爷这也是个厂量人 必须拿出自己的证件资证出处 原来是哪个工业公司的 基丁工业公司 我有职称了 这啥职称呢 我是出去职称 经济师 这还有个一等工呢 哎呦我那立工立老一个 说起自己的立工的经历 大爷那是数都数不过来 你立工什么工啊 老多了 正常解约的 拼先进的 技术革新的 说起前老伴大爷那是除了好就是好 我老伴对我特好特好的 事实上就是我下班以后 我做饭 正好一度我在那坐呢 他回来了 赶紧够年走 你回去屋里 我说不用你做 他跟我说啥呢 他说一个老爷们 一出门到外头 浑身一股那个葱花味 你说你在家 你不受气 你也是七五元 半夜起来 他不在这儿 我在那屋吗 我上厕所了 你说你超过十五分 他说五六分 怎么进来啊 你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出来呢 你看这句话吧 很简单 但是就从另一个角度就反而出来 关心你 不关心你 你半夜睡觉 你上厕所 他怎么这么执 特别关心 这是我老爸 我亲手给我执 这个毛裤是老爸给你执的呀 冬天的 夏天的 秋天的 都给你预备阴档的 大爷 你这个前老伴 确实是个好女人 可是半路夫妻 想找个跟原配一样的女人 那马如从湖南到河南 南上加南 这也无形中 给红娘增加了难度 老爸临走餐 跟我说了三件事 第三个呢 你千万听我的音 你往前走一会 他说了 我这一辈 什么事我都能放得起 唯独这件事我放不下去 大爷的前老伴 确实是属于站的高 看的远 对于大爷找后老伴 他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说简单一点就是 你可以立马找 如今大爷回起前老伴 那也是气不成声 那么大爷 你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我第一要求是 必须有双宝 为啥 这是底线 因为我老伴 对我的教训太大了 他有那个居民 那种导 他如果要是像我有舍宝 有我这个 我也就花个 一两万块钱 就拿 这就造成死多万 第二个人身体健康 第三个就是 没有不良思考 听到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我们的无杀人格日子大妈 大妈今年六十七 丧啊 每个月收入两千五 大妈说了 自己就相信节目组 别人介绍的自己看都不带看意 宁愿单身 好吧 有点激动 有点激动 我没找谁 终于找我就等着呢 这还挺信任我们的 对 就我就等着你们呢 为啥呢 我天天晚年没啥事看嘛 挺那个放心的 我找别人我可不敢 我标准吧 主要是人品的好 大方家就忙的 我家这个就大方 不抽烟 脾气还好一点 那就赶紧安排两人见面吧 对于大爷家住六楼 大妈那是直翻白眼 自己家那二楼都马上上不动了 这整个六楼老了咋整啊 哎呀妈呀 六楼 我的五楼都没爬过 我现在我的二楼可得见了 这多累啊 我天 不不整牛了 哎呀我的妈呀 这还没见到大爷呢 直接整了一个大难关 不 这算六大难关啊 看看给大妈累的 累不了 哎 进来吧 这是 李学文大哥 我姓李 我姓吴 大妈你要是跟大爷在一起 那就要多吃盖中盖 人家广告上都说一口气上我楼 先不说大妈了 把红娘都累够呛 从这点就说明大爷的身体是真不错 看大爷对大妈的热情程度 就知道大爷肯定是相中大妈了 但是大妈对大爷的评价可有点差 对于大爷的生活环境 大妈评价就一个字 那就是乱 大妈相亲碰脏恶 差大爷 想到每天不光要爬六楼 还要面对这么乱糟糟的房子 大妈那小心脏直呼受不了 哎呀妈呀 丑俗 太不想念了 你这以前是收破烂的吗 跟你在一起以后每天工作量可不小啊 对于大妈说的问题 大爷倒是不在意 自己也不在这里住 不管是六楼也好 还是房子乱也好 自己只有想老伴的时候才会回来 可大妈也不是个傻子 咋的要是你俩在一起 还要带着大妈去儿女家住吗 这样不现实啊 新的老伴一到位 前老伴的东西就得靠边站 这可真是只听新人笑 不管就人哭啊 大妈也倒是满意 于是坐下来问起了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脖子那个包是个啥东西啊 脖子上的长得咋的咋的事 脂肪 脂肪流 就一块油 啥子也什么也不一样 还有一个这 腿还缺呢 对于这个问题 大爷也不藏着叶着 毕竟这就是个小问题 说起大问题来 你还得看我的腿 脖子也学习 我经常游家 他老了 对 你们这事 就你 你说这么一句话 我这心里老藏着了 大爷一听大妈这么说 激动坏了 自己好不容易相中一个女人 人家还不嫌弃 自己腿脚不好 大爷那是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那摸着大妈的手就不愿意松开 咋的大呀 占便宜也没够呗 看着大妈对他没啥好感 大爷展开了金钱公事 我工资那四千多块钱 就是按照两个人生物 好像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比你低多了 我才我是工人嘛 才两千五百块钱 你两千五百块钱 我四千多块钱 咱俩吃什么喝什么买什么 都有条件 看看大爷的敞亮劲 你养钱我四千 你想吃啥吃啥 想买啥买啥 如果说是 你这个钱呢 就是 你说我愿意管 我都不管那钱 如果说你让我管呢 那如果说是 你找到我钱头去了 啥时候没有 我给你 这一切我给你安排妥了 就像我那老伴一样 我找到你 后给你钱头去了 那我得给你考虑考虑 看看咱们大爷 人家都是老太太要这要呢 她是主动给这里呢 不管是谁先走 反正不会亏了大妈 大妈一听这话 那是感动的 不要不要的 第一个说的 等着我那个 你先走了 就把你打得好好的 这个挺好的 就是一般来不说这 你这两天五 你那妈说 你想怎么安排 你说我这 怎么安排都行 我没意见 我钱我不管 我都交给你 人家这个意思 说这个意思 就是我想 真正实行实业 要跟你过日子 就是她说这几句话 我特别特别满意 你给我吃定心玩 对于大妈说的 她不管钱 大爷宛柔吃了喝定心碗 这再咋的 也不会被骗了 两人一个想交钱 一个不想管钱 整挺好啊 大爷相亲一见钟情 大妈 本来大爷挺激动 哪料到大妈一句话 说的大爷心凉半截 本来大爷一进屋 心里就有点压力 女方不提自己 就假装没注意 这大妈一提 瞬间没了底气 自己都这个岁数了 也不能二次发育了 你第一个回去问 你先问你姑娘 你先认识她一件 到着了 咱也别过后问了 现在给姑娘打电话吧 上班了 上班了 那你自己啥想法 主要是 主要是 就是姑娘啥意见 最后不得是 最后底 大妈 是你姑娘搞对象 还是你找对象啊 咋还需要经过姑娘的 同意才敢找对象呢 你相中没相中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看看给大爷紧张的 赶紧喝口水压压压惊 大爷一听这话 开心的宛如200斤的胖子一般 而大妈也是捂着嘴偷了 这小玫瑰花一飘 氛围感十足啊 我看你两只接原地结婚算了 这大爷一看 大妈已经败倒在 她的石头裤下 赶紧摸着大妈的小手 就要拿走大妈的金镯子 你把这镯子给我盖了 行吗 我这镯子都不会 我家姑娘给我盖子给的 姑娘给我买钱 不是我自己的 我这有个比你那个大点的 你换这个看行吗 看我这镯子 是我老伴的 我买完给的 他们就一直没带 这个桌子 遇到他 一个我 看到没姐妹们 前老伴舍不得带又怎样 还不是便宜别的老太太了 看看这一幕 用一个甜字可概括不了 这也太突然了 刚坐下聊了两句就要领证 大妈也是嘴上说着不要 胳膊却很诚实 我吃的这拨狗俩 三天都不用吃饭了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 喜欢看中老年相亲的 可以关注我 相亲现场 女嘉宾现场邀请闺蜜一同相亲 最后大叔究竟会花落谁家 今天来相亲的是61岁的王大叔 今年他才刚刚退休 你是哪退休的 王宇处 我们是主管公厕这块 别看王大叔管的是公厕 但退休的工资确实不低 现在一个月能开多少钱 4200多 王叔在年轻时曾当过兵 退伍之后就分配到了环卫处工作 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去年他和前妻离了婚 女儿也不在自己的身边 一个人的日子还真是难过 最近身边发生的一件事 更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触动 这件事的发生 更加坚定了王叔找个老伴的决心 年龄呢 我不希望他差太大 长相慢慢说得过去就行 最好还是身上有点幼 你年龄大了以后 你要是跟个马杆似的 他到课了 了解了王叔的情况后 红娘想起了一个合适的阿姨 李阿姨今年58岁 今天她亲自开着好车来接红娘 原来李阿姨之前开过架秀 难怪会开这么贵的车 不一会儿功夫就来到了李阿姨家 一进屋 红娘发现李阿姨家的装修可不简单 从房子整体的装修 到细小的窗帘床造 看得出李阿姨家的经济条件非常不错 而这一切都是从那一次人生的转折开始 这段时间让李阿姨赚到了人生的低筒金 回来后她便开启了驾校 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李阿姨在工作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但在婚姻上却是差强人意 她先后经历了两段婚姻 但最后都是无疾而动 这让一向好强的李阿姨 有些心有不甘 我觉得心里不平衡 我也不比别人差啥 为啥总一个人独来独化 孤孤单单 那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李阿姨有啥要求呢 我就是对男同志就大肚子挺大的 平平的挨妈我就弄心 不喜欢太胖的是吧 对 人品必须得好 钱不钱无所谓 再有钱他对你不好 不在意你有啥用啊 了解了李阿姨的要求后 红娘觉得王叔方方面面都挺适合 于是马上安排两人见了面 刚一见面 李阿姨就直击王叔的要害 她就不会包养 你看她头就洗 面对李阿姨如此直接的当面揭短 王叔竟有些猝不及防 只能以自嘲来解围 38 37那年就这地方就已经没有了 我人家遗传现在我的子跟我孙子 全这样比我这还严重的 你实在像你这样也就算了 你孙子小小年纪就突成那样 实在是有些无法想象 可这并不影响王叔对李阿姨的好感 李阿姨还可以 就是她的身形 是你喜欢的那个类型 李阿姨虽然对王叔的形象有些建议 但还是想继续了解一下王叔的其他方面 你现在退休都干啥呀 退休打麻将 就打麻将 那没啥事 一个人那你说干啥呀 王叔一个人也没啥别的爱好 退休后的生活主要以打麻将为主 这一点再次遭到李阿姨的不满 你刚退休 你就成天泡着麻将菊 我觉得不是正常人 没有奋斗性 这个数字不算大 这算啥老啊 你最起码你得奋斗几年 再找一个兼职的啥 还有赢事的还能挣出钱 听了李阿姨的这个想法 王叔却有些不太认可 第一个不好 不好找 这个岗位不好找 第二个呢 我在单位这么多年 我尽管别的 假如说现在我在出去找份打工的 人家就得管我 这个我受不了 而且呢 可以说我也不缺那份钱 听了王叔的这两点理由 李怡觉得也是不无道理 而接下来当得之王 苏年轻时 曾有过当兵的经历后 李怡竟表现得异常兴奋 打这么激动呢 我对当兵人的印象好 我从小就喜欢结婚军 原来李怡在很小的时候 就随父母下乡走武器道路 当年拉链部队的团部 正好就设在他家 那帮当兵的领导可会哄人去 哄小孩 哎呀你站在给你唱歌 给你跳舞啥都干 王叔这个当年的兵哥子 让李怡对他的好感度 瞬间增加了不少 二人的相亲气氛 也逐渐升温 但就在这时 李怡突然做出了一个举动 却瞬间改变了 今天的相亲结果 哎呀我打了电话去 打了打了 我有个闺蜜 我让她来 你说她没来 她都答应我来没来 太单身 明明今天是自己相亲 却突然给闺蜜打电话 李怡你这究竟是几个意思 不是我正说的 我昨天那个 我说你过来你也单身 我说谁相终她 李怡的一席话 顿时让现场的王叔和红娘 都目瞪口呆 而心知口快的李怡 此时已经把电话打了过去 喂哥们 咱没来呢 你快点来呗 我觉得这个 她没遇见啊 来了 我觉得这大哥是合你 说了你也是介绍 他来了 唠唠星 他俩就成了你 原来李怡的闺蜜 也是单身 她最在意的 就是南方的个头 李怡觉得王叔的方方面面 都非常适合自己的闺蜜 那对于李怡的这个安排 王叔又是咋想的呢 这也随便 因为吧 这是今天我跟她见面 对 假如说她俩第二个呢 因为咱的目的挺明确 就是找个老伴 找个老伴 哎呀 那我们俩过好 她不得后悔啊 接下来在李怡的一带 坚持和王叔的认可下 李怡的闺蜜也渐渐动了心 说话间 李怡已经把王叔的照片 传到了闺蜜的手机上 可没成想 正是这不经意的一张照片 却再次断送了王叔的一段意缘 冥冥才六十出头 却被说成像七十多 不知王叔听到后 会有怎样的感想 最后这场未曾谋面的相亲 终以失败告终 今天来相亲的是宋大人 宋大爷高工资七千元每月 住在集里有六十平方的房子 在还位 干啥呀 还四大街吗 小大街那都怎么上班啊 春夏秋的月才慢 早上也就一个多小时 来一天还有半天一班 或者是上午或者是下午 挣多钱呢一个人 来这也没压制 不得两千块钱 原来是学校 你是老师啊 小学生 就报班 班约年轻的时候 那你是什么师承啊 总之一 那现在退休金开多钱呢 五千多钱 但是就是你没啥 平时干 就是没愿意参加这些团体 那种团体 那份会吧 什么都能自由 整两家子 单纲松纲电上 篮球排球 平衡球 游泳 下棋 这些都会 你参加这些东西吧 你就得参加团体 参加团体 这个有人群的地方 他就 事就多 首先团体 他得有一个领导吧 我刚从单位 这个除了可下成一个自由人了 我才进入到那个团体里边 又把我束缩了 既然喜欢读书 为什么要找老班 东北这块的平均寿命 也就是七十六七岁 所以我能活过平均寿命的可能性 大不大 我都不知道 那要是按照平均寿命来说 我也就还有十多年 这十多年 我身体不能总那么好 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像指望的你 这时候实在不容易 东北得脑也算得很多 假如咱们有一天 得脑也算了 再来冷冷地 你说你这个十多年 你自己做饭 费劲 上岩楼 你我不爱去 所以这时候 就是要是有伴 能互相照应 那么就比一个人 要强度了 就是能必须 过日子变图钱财的这样子 他只要他不图钱财 说在武汉移民 我也一定会 尽力去给他考试 说话温柔点 和气点 在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 变一一讲 就是说那个高八路的声音 什么事 比如指责人家呀 或者是这个教育人家 就这样的声音 就我就不喜欢这样 哎呀 哎呀 妈妈 长官姐 别着急 你好你好 我是小五 你从远来 真感谢你 今天来相信的是杨大妈 杨大妈做服装生意年收入六万元 住在集里有一百四十平方的房子 主要就靠别说 现在网络多不好啊 就网络一把那 就是说没带着买过东西 你怎么说他都不买 他要买过东西 他说我带他家买 他家的东西能穿 反正还行 一年五六万块钱 都是这样 也就是白说去家 就是 从苦日子过来的 一步一步就诊断 说是 呗下 大夫一说 我就当时我就对了 这真是赶上天塌去 你说过去刚刚孩子就结完婚了 也完事了 你说我们俩 也不愁啥了 你说挣多少都无所谓 你去做了三四个月 天天发生 就掉眼泪 这俩也有一些好朋友 跟我聊天 你来看我 告诉你 你不能老哭 你老掉眼泪 你给谁看 谁 要谁可怜你啊 他这一句话 就把我说醒醒 我就觉得真是 别人 谁能信 你可怜呢 你天天装着可怜 怎么干嘛 你就得重新面对 起码是有公子的 在善解人意的 你疼我 我疼你 别人说是 互相都窜心眼 那日子就没过过了 要想过 你就共同 就是对 就是一生快快乐乐的 他家在哪里 我可以告诉你到 那你应该老熟了 我应该老熟了 这个宜家在两家了 八十米号掉头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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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早说 这家我不一定看你 为啥呀 存农村这个 他心想关系 可能是又一样 有这个担心 是吧 但是我觉得 属现在没有什么 城市农村的区别了 现在这信息这么发达 然后信息交流 也比较全面 这农村和城里的 他们的生活方式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在一个这个仪吧 主要是 他也不在农村生活 人在镇里 那镇里吧 然后他自己 开一个服装店 有些人要是 在农村干一个活 他那个就说 就非常出炉 你是担心这个 就这么的 我现在多说吧 也没有啥意义 主要是你得先看看 这个人咋样 就是之后 行 那一句自然办 就去吧 哎呀 现在路上真面目 蛮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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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 哎呀 那多心 除这啥的 还可以 那种不带自己 上班人 反正 坐里 都还算可以 第一件 挺好 丑人 身材 干 利索 都不好 你不姓 我姓杨 姓杨 我叫杨志敏 我先送 你能认识我吗 我怎么能认识 都能认识我 因为我来过这个地方 是这么回事 你的叔老家就是这儿的 没好意思跟你说 还有点缘分 老孙八天 你还忘了 叫啥 我叫宋广志 宋广志 挺好 挺好的名字 听着挺碎的 我姨自己在这儿 就是经营这个小片 往下面坐 楼上 她就在楼上住 她这个楼 是盖的住宅楼吗 不是 属于商业楼 商业楼 咱要不上去看看呗 看看也行 用手 那你以前对我有印象啊 没有 那怎么办 可以 但是 丑吧 就好像以前 见过面是的 不过也没 也不应该是见过面 但是丑也还挺卖熟 是啊 嗯 上我家店来过 没有 刚才上楼 我听的意思 叔说在哪见过我姨 我说好像挺变熟 但是肯定是 没见过 那言外听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 感觉有点 缘分的意思 这个不是 来一张坐一趟 行吗 行 没有热水啊 有啊 哥 倒点我喝口 再一下午点渴了 嗯 不容易 你少咽咽咽嘴巴 那我没说吗 我马上就开了 嗯 嗯 我还真准备水 我说要少 滑了就忘了 这天喝两水 谁都受不了 没事 我可以把自己 当外人 先把我一摇 喝水 这个行为 倒不像外人一样 就像挺像家里人 似的 我感觉都挺 提醒你 不说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 这是家乡 是家乡 其实我就挺不见外人的 人人也挺 我已经挺有心情的 那么一说话 就知道 啥 那鼓励就打消了 怕那个 有些人 说话挺粗的 说 但他不得 他挺好的 挺有素质的 原先是我对这个地方熟 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半个家乡 所以我就觉得 对地方熟 对人 就是不认识的 我也觉得挺熟 我记得一下 这个学校退休 性格不行 性格来不了 我对爸的这个 就是性格 比较急躁 然后他那是 又倔又降 就这么个性格 所以我们俩就来不了 皮静发作使我多大的皮静 我都听 没理由散电的 那倒不一定 对方要不跟我抄 我们都会跟他抄 现在有点改变的 反正我是努力去改 但是这个性格 这个东西就是 确实很难改 那过时候也得改点 要不改的话 跟谁也过不着 也不行 应该是能改点 首先我觉得 双方都得有一个好的性格 对 一方得有一个好的性格 另一方虽然性格不好 但是他一定有改的决心 就是这样 两个人能处得来 如果两个人性格都不好 那就说他俩都想改 也不行 我这个性格吧 说我急性格 我有时候就是做事 就是要看快一点 不过吧 我对待人吧 我是特别就耐心 就是姐妹大伙 就是都到一起了 默默无闻地去干 是我 我从来不计较 说是谁干多 谁干少了 只要我会干 我能干 我尽量我多干点 都不计较这些事 所以大伙都承认我 挺开心的 这个整个家庭的责任 互相都得承担起来 对呀 可能什么事 总靠一个人 基本上就是两个人 谁有时间 谁干点 谁要是说 今天我不愿意干 你干吧 今天我饭不愿 今天饭不愿 你去做吧 你就去做去 一个人的时候 你想你都得干 对 那两个人的时候 说交替着干一干 多干的少干的 无所谓的事 说的一些 刚好 我还真挺赞同意 挺好 也是互相包容 互相牵扬的意思 就是现在看 这个性格 还是挺好的 整体感觉吧 还可以 他那个举止行为 我这是在家上说话 我觉得感觉 还可以 整体印象不错 这些是一个 挺好的一个人 就是能实依实依 过热的人 也是一个 能跟你到白城 大老的人 这就实际上两地 是什么问题的 那又犯什么情况 这假如要是都退休了 在那生活都 都没啥可干 咱们正常村 是买个房子 或者是住个房子 好 把孩子这个阶段 渡过去 不解决完事了 到城村买房子 城市房子 比较贵一些 是吗 现在也不贵了 那如果说是 你自己过去 照顾孩子的话 那儿子怎么给你 养孩子 儿子过住的房子 就现在我要就过去 儿子房子就住错了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这期间 你成家了 你的意思是 你不想在另外一半 住在儿子 给你们租的房子里 那就可以 对 那就不是建设 那就可以 那就我们 在那边要看孩子的话 这个房子 儿子也可以 也可以 如果说你孩子 给租房 我也不能让他住 咱们自己花钱住 何必让人也住 那咱是为了 为了看孩子 所以咱们 跑长村去了 要不看孩子 你咱基林有楼 我就可以 不用外个好 我是这么想的 也正常 因为这个孩子 你起码 你得给照顾到 上小学毕业好像 走上他家去 在那边接送 这是很不方便的 如果把他放在咱们家里 我不是毒硬啊 就是 我其实挺喜欢清净里 要是有个孩子 可能要 你要闹一些 你带过孙子吗 带过你孙子 从来没带过 一天没带过 那我跟你解释一下 就是是这样的 你们可能只需要 在父母去上班的时候 早上送一下孩子 马上把孩子接回来了 等儿子儿媳妇 下班的时候呢 这孩子就回人家了 也不在你们家住 租这房子 是不是也在 最佳孩子家附近 对啊 所以也不设计说 是孩子 同天跟你们在一起 闹过什么的 但是你说实在的 我这人就 就是比较独立 我这个孙子 我一天 就一天没带我家住过 自己的孙子 我一天没带 要是这样 就是再去给别人 这么带孙子 说实在 我儿媳妇 都得有想法 这个事儿也是个大事 其实 他要是这个想法 那咱俩就是别闹了 我没说吗 儿子孙子 这就是我的命根子 就说些 我这一辈子 就得一个儿子 就是为我 我为他付出一切 我都可以 就是这个年龄 想要 说是一儿女 划清界限 说是不带孙子 不带孙子 好像太少了 我感觉 就这个孙子 我毕业得带 实在对不起 没事没事 没事正常 没事 以后我就合设 在这边 最后二人的相亲 宣告失败 好了 老铁们 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笑说鱼的 请关注不迷路 长按红心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咱俩七千多块钱 你愿意咋发咋发 你说生一千吃 咱就是一千吃 你那六千都买一 我都不过 我不管各行过日子 就是这一点 我是必须的 要不然咱就不过 过咱就像样 必须的是 像原配夫妻似的 就是一心一意过日子 好期干云的卢大哥 宣誓着他的家庭观 爱情观 二婚观 这让一毛不拔的白嫖派 无地自容掩灭扫店 反而让相信 就要请的保姆派 问心无愧 扬眉吐气 其实这个超狂 宠气的卢大哥 找老伴可不是一般的挑剔 从来不将就非常难玩 接二连三 想了一个又一个 还都是被大姐上杆子 到提眉 别的啥都好 满口烙印的 时代色彩的四环素牙 把卢大哥恶心的要吐 一口说不出三个不行 红娘也学乖了 再给他找 一定是满口白牙的 要不就找那种笑不住屎的 白牙黑牙 你看不到 想恶心到了被窝再说 以后的事情 等以后处理 当下有个相亲的大姐 追到花鹏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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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给你俩介绍一下呗 彭玉莲 对 彭姨 彭姨 这个姨在电视上看着你了 非常的相中 给我吓一跳 这还红头 还是咱们都被七十岁年了 你看 给我整个有点吓到我了 黑牙的不行 红头发的照样不行 卢大哥也太矫情了 红娘从未遇到这样难玩的主 遭受了接二连三的失败 自信心也开始动摇了 你说 其实红娘的担心是多余的 相亲找对象 缘分不到干着急没用 倒不如咱反回头看一看 是不是卢大哥 对未来老伴的期望值过高呢 我喜欢就是苗头点的 个人 一米六左右就行 头个 我喜欢长头 就是 根本过日子 就实在地过日子 演员过得去就行 表面上 卢大哥的条件也不高 就怕他到了见面的环节 演技也突然变高 演员能不能过得去就难说了 这让红娘担心卢大哥 挑来挑去的挑花了眼 可见如今卢大哥 桃花运加深 看中他的还真的就不是一个两个 你看今天卢大哥在这里相了亲呢 那边又有大姐来电话 对他有意思 今天早上有一个大电话来 说想见见你 也正好也是吉林市的 再看一个呗 可以看 反正现在 我现在就跟他联系一下 喂 你好 爷你好 我是原来不能红娘 爷那个 是不是像中这个吉林市 这个卢叔了 挺帅的 挺好的 这个男生 挺好的 要是我带叔去你家 见见面方便吗 现在不方便 咱们今天天气好 咱们上公园 见见 颜大姐相中了卢大哥 剃头挑子已经热了一头 卢大哥虽然多次失败 但他毫不气呢 发扬屡败屡战的大五位精神 对公园相会充满着自信 可那边等待的颜大姐 却是心骄又紧张 眼镜眨一来吧 不稳定 不礼貌 好看 行不 行不行 也这样是 你能把风挂的 他个子挺好 不高 颜大姐虽然紧张 黎老远就看到了秦大哥个仔 没有电视上那样高大睡 未免有些失望 带着这样的情绪 这相亲能有好结果吗 此时两人已经是越走越近 你好 我俩也是第一次见 你好 你好 还是跟书我为啥 在电视里看过了 颜西伦对吗 对对对 卢一 卢一 未来是不高的女儿 对对对 谢谢谢谢 表示感觉 笨人来的 笨人来的 颜大姐主动要求与卢大哥相接 现在见到了卢大哥的真尊 红娘也在担心 在视频和现实当中 颜大姐有没有视觉无差呢 说跟电视里有没有区别啊 看看 镜头是会骗人的 电视上看着挺高 来到现实中 没了镜头的光学渲染 把高大的身躯打回了原形 颜大姐能接受这个美丽的误差吗 还可以 因为年龄还挺年轻的 就是稍微个头 稍微矮一些 如果各方面啥的 条件啥的都是行 也行 这是颜大姐第三次说 秦大哥改了 但有其他优越条件的衬托 改点也并非不能接受 颜大姐这边的态度基本明朗了 剔头挑子还是热乎的 只要是卢大哥不再嫌弃牙黑 头发红的 这事就差不多了 挺好挺舒服 我喜欢小鸟预言这样的 我感觉她挺女人的 挺有女人味 两人的演员观看来是顺利通过了 卢大哥直夸讲 颜大姐挺有女人味 颜大姐看颜大哥也舒服了不少 卢大哥呀 小鸟依人的颜大姐就在眼前 别墨鸡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哪年呢 我是66年的 我是7年 数码的 数码的 什么呢 数码的 哎呦我好像喝数码的 那天 数码的 码他数码 12数码我就自己一个 12数项就老鼠体型最小 哪一个出来都够你瘦的 封建迷信的东西你也相信 这样一来本来挺好的相亲气氛 就是因为颜大吉数码的缘故 让卢大哥高涨的情绪瞬间为米 他的心被马蹄踏碎了 红娘一看快要到手的奖金又要泡仓 赶紧出面引导老鼠离马蹄远一点 你这么说 人家说属像这个吧 首先它是迷信 人家这个岁数的 属你应该能活明白了吧 没问题 没问题 还看属性 人家指的是原配 二分不讲究 卢大哥一拍大腿 差点被封建迷信 忽悠了大好姻缘 即便是卢大哥相信属像配对之说 红娘一句原配应该讲究 属像哪有闲工夫来管二婚的事 你看红娘的作用有多大 属像的问题被她轻松化解 卢大哥心情好了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样的美好 卢大哥的笑声带着满足和自信 弄了小花椒 养花赏花 买花换点零花 锻炼了身体充实了生活 还能吸引众多大姐与之相亲 卢大哥的心里啊 美着呢 此时她渴望的是颜大姐的认同 帅气又能干 这是颜大姐对卢大哥的评价 看来这剃头挑子还保持着温度 另一头的卢大哥也开始升温了 想继续深入的了解颜大姐 过去说的是 吃喝嫖赌抽 坑蒙拐骗偷 败家十项全能 现如今是抽烟喝酒打麻将 在卢大哥这里又加了跳舞这一项 变成了败家四项全能 幸好没有这类的比赛 要不颜大姐一项也不会 肯定与奖牌无援 颜大姐这点深得卢大哥的欣赏 看来这了解还得继续深入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原先是华为的 华为的 你是华公司 我计划 你现在退休金多少 来两千多点 两千多点 好滑了一五两 你看爷这个穿着衫 你能不能看出来 你是一个挺爱达的 挺爱美的人 能不能看出来 干净利的 干净利的 美又干净利索的女人 更受男人们的喜欢 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 颜大姐两千多的退休金能够挖 以前的是咱都管不了 可是以后这花钱的事情 有华大哥负责谁还不放心呢 咱俩七千多块钱 你愿意咋花咋花 你说剩一千吃 咱就一千吃 你那六千都买衣服都不过 我不管各行过日子 就是这一点我是必须的 要不然咱就不过 过咱就像样 必须的是像原配夫妻似的 就是一心一意过日子 这就是咱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两人真心过日子 就需要相互信任 把一切交给对方 才是真心实意 华大哥发自肺腑的话语 颜大姐听了非常满意 受勇无穷 挺敞亮的 这方面 挺满意的 对于我来说挺好 颜大姐被卢大哥的真情所动 一句挺好 简单的两个子 配合上满面的微笑 足以反映出 颜大姐此时是心满意足 卢大哥见时机成熟 开始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豪迈畅想 我最向往的是二人世界 说走咱就马上走 说完咱就马上出去玩 我就想过这种生活 我现在呢就是因为儿子和儿子 上下班这时间 孩子接送 平级不上 我呢暂时帮忙先接一接 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接受 颜大姐还需要帮助接送孩子 这就会对卢大哥向往的二人世界 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颜大姐的心是十六只水桶打水 七上八下的等待卢大哥的态度 卢大哥心里也是很矛盾 即不想放弃二人世界的向往 又不想放弃心仪的颜大姐 好在就是这几年的事 曙光就在前头 他说一年半年都无所谓的事 这些都可以理解 谁下没有点事 对不对 当着什么了 当一种消遣的 做恋了 错到那了 为什么咱们天天我去接去 对不对 我心疼的老伴 我去接去 对不对 颜大姐以为卢大哥会很在乎此事 谁会想到卢大哥来了个空中 三百六十一度的大回环 即便是在最向往的二人世界 能加上了接送孩子的差距 也是一种消遣 一种锻炼 看来演员也是一种力量 一种足以征服直男的力量 再说二人世界 并非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不停歇的腻歪 那要的话 奔奇的老头老太太 谁能受得了 咱们要走个十天半个月的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行那没问题 十天半个月的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这个年龄呢 趁着年轻的时候 能走的时候 就走一走也挺好 有人请吃饭的 有人请按摩泡脚洗澡的 颜大姐却遭到秦大哥请雨游 她还是一点没含糊 直接答应啊 免费旅游花不着自己一分钱 一路上还有帅哥 陪同仰眼 这样的冤大头到哪里去走啊 颜大姐此时是心怀怒放 还行挺好的这个男生 说话了也挺文明 挺有诚寺的 他的性格啊 长相啊 座派啊 各方面都挺满意 有没有啥不满意的 跳不出来 太不容易的说 跳不出来 这个真跳不出来 能让这个爱挑剔的秦大哥 找不出毛病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颜大姐在她强烈的物质攻击之下 所有防线全面崩溃 经过刚才两人 毫不留情开展的表扬 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护花模式 等待她们的也将是 男欢女爱的幸福生活 给你带颗花 这个就送一条 茶花 送你一颗相当爱情的花朵 它还有个花语 理想的爱 啊 这是终于遇到的理想的人 对对对 然后把这个爱送给他送你 太浪漫了 对 太浪漫了 把理想的花送给理想的人 养花的人懂花 爱花把花送 理想的人懂人 爱人法人 祝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祝老年人老有所乐 老有所爱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发表告件 现在的老年 乡亲有多直接 爸妈张口 就向大爷要五万块钱的要求 那大爷能否答应呢 这位就是今天来 乡亲的男嘉宾 曲怀出 曲大爷 七十四岁 丧好 养老金 每月四千元 有房 曲大爷今天乡亲 小女儿亲自来住证 我的父亲 一当妈 又当爸 也是这么年 你看我十三岁就没母亲了 就我父亲这么多年 三十六年 比如说 拉上我们姐妹三个 举大爷的老伴 离世后 他孤身一人 把三个女儿抚养大 现如今 孝顺的三个女儿 轮流来照顾他 虽然曲大爷 在饮食起居方面 不是很擅长 但在穿衣打扮方面 可讲究了 要是春秋 把我这是西服 啊 真是 大概是西装格里 大家退休了 也经常吹西服出门啊 就是说有个 随着礼了 这是聚会了 你上哪买衣服去啊 上场 上场 你这衣服都不便宜啊 不便宜就四百 看得出 曲大爷的衣服 每见度价格不菲 养成这种习惯 是与他以前的职业有关系 那张 这个我职业有关 我在那个 小职业 我校长 校长的职务 让曲大爷在退休以后 还保持着一个 最大的爱好 现如今整个中国都快要被曲大爷游遍了 不论是海南和广东 甚至基本上全走到了 旅游的同时 曲大爷还喜欢写游记 记录自己的感悟与心得 我这是 好几本啊大哥呀 三本 三本 有的是整理的 有的是啥 资料 这感情论文了 曲大爷原本有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 妻子在三十年前就生病而离开了她 脑出血嘛 孩子就放学了 吃饭吧 妻子去世后 丢下了四个年幼的女儿 曲大爷只有坚强面对 不料 妻子走后才三年时间 家中最能干的二女儿又生病了 从生病到过是不到半年的时间 接连不断的打击 让曲大爷万念俱灰现如今三个女儿都已经成家立业 于是大爷想过自己找了老伴 那曲大爷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了解了曲大爷的要求后 红娘很快就找到了符合要求马端松 哎 你好 你好 还出来接我们了 没事没事 好 还要乖 马阿姨67岁 离养老金每月2200元 有房 马阿姨住的这个房子是女儿给她买的 马阿姨的女儿非常孝顺 因为这些年来所受的苦所遭的罪 女儿都看在眼里 从结婚开始 丈夫就经常的对她实施家暴 苦不堪言的她 竟一度想要寻找短见 但一想到孩子 马阿姨又忍住了 现在女儿已经成家 也用行动来回报母亲的恩情 马阿姨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有病了 病重了 我能为了心生孩子 孩子一天给她做饭 马阿姨上班 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 马阿姨一直照顾着生病的前夫 直到去年才离了婚 如今的马阿姨也想为自己找老伴 那马阿姨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要的大夫大夫有多少钱 主要是啥呢 主要是那个最后好就行 你就吃当吃热 关心我 了解了马阿姨的择偶要求后 红娘觉得她和曲大夫挺合适的 于是红娘决定立即安排两人见面 怀猪曲大哥 马端松 对对 然后呢这个是大哥的两个姑娘 这个是大的 大哥有三个姑娘 三个姑娘都非常孝顺 而且很支持老爸在这儿啊 刚刚见面 曲大爷对阿姨的印象很好 人第一印象还挺优秀的 个儿也挺高的 呃 形象也行 挺美 马阿姨对曲大爷的印象 却没太相中 没眼缘 你挑眼缘吗 现在 我也挑 第一啊 你最重要 她好吧 就是长得特别漂亮 好看 长得好看 事实证明 那对你不好 你敢是白扯吗 经过红娘的劝导后 马阿姨决定在和曲大爷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两人坐下后 曲大爷开始介绍自己的情况 对于两人的未来 曲大爷早已规划好了 一听说马阿姨也喜欢旅游 曲大爷更是兴致大涨 所有的问题你问话都我签包 就是在你生活的话 你男人嘛 都有孙人感 就是每天这个 就是所说的家族开支都是我的 扔了曲大爷的一番话后 让马阿姨对他的好感度加了一分 说得还行 接下来 马阿姨说出自己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 居然成家了 得爱家姑娘 对对对 得那个心疼女人 对对对 得活儿是就比如说跟你在一起的 那活儿都可 你能干啊 男女说 我找你 就像你当高牧师 听了马阿姨的这个担忧 许大爷给出满意的回答 许大爷的这个回答 又是个加分项 眼看两人的相亲渐入家境 接下来 马阿姨的一番话 却让这场相亲画上了句号 对于马阿姨出其不意的这个问题 红娘都觉得有些不可捉摸 原来马阿姨的一个中级考验 如果许大爷能爽快答应 他可以考虑再继续了解 对于如此过分的要求 许大爷又是有何反应呢 你说你每天生活开始 旅游都给你发现 我多平浪 态度 你给我反过 你还帮着我要五万钱 啥意思就免账了 你今天一共要五万干啥呢 那行 那没事 找老婆找疯了 最后两人的相亲失败 对于马阿姨本来就没相中 许大爷 还要五万块钱来考验他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一个月开四千多 你就四千多就都给我 我就给你 就给你四万道歉 四千多都给你 那你就不给我给你 爸妈仗着自己年轻 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 要全部没收大爷的工资 在这里拼的是寿命 谁先死还不一定 能把所有的工资都回你吗 大姐 好久见呢 好久不见 还没想我啊 这位就是今天来相亲的 女主角李舒华 李大妈六十四岁 丧哦 月收入一千八百元 无妨 爸妈之前上过我们的节目 已经牵手成功了 这次什么又来了啊 咋不是成的吗 成 就是她工资也是会少点 玩她家是不行 见到现在你觉得工资太少了 钱是万能的 没钱是万万不行的 因为大爷收入的 就被大妈抛弃了 也别怪大妈太无形 只怪市场有行情 那么这次红娘又给她介绍啥样的办呢 八十岁 然后是中学老师退休 然后退休金每个月是四千八百块钱 然后是医保什么都有 然后身体挺健康 因为家里边还养了十多条路 不管年龄大小 只看工资多少 只要工资能到位 感情指定度到位 不知道这两人见面之后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刚一见面 大爷就对大妈的年龄产生了质疑 啥看也不像六十多的人呢 大妈以前大爷长得太老 他长得挺老 跟四叔在 要是我就看他 我对他没有啥太大的兴趣 但是我就 你看你讲话 这工资还用 他养分我还非常 还能行 一上来就嫌惦上工资了 大妈真是耐不住性了 直接坦言自己就是笨钱来的 这不还想瞅瞅大大的十多头 入职多少钱 只要我看的 只要我看的 这是你的还是牛的 都是我买的 都是你买的 一听路是大爷自己买的 大妈这脸上就立马笑开了花 这哪里失落 这是我未来的财富呀 这边后边还有圆的 小大的 就是破大院 破大院 就是破大院 破大院 那这就是破大院 我一看 他挺新高啊 起码他就没想起我这个地方 破大院 大爷就能闷了 啥呢 你是富甲一方 还是加了千斤呢 我六十四 年岁还可以 年岁可以啊 你小说多大年龄呢 我就想找六十个岁 尽管大爷非常不满意 但大爷毕竟还是个男人吧 谁不喜欢年轻的呢 一听大妈的岁数 脸上就马上有阴转情 刚一开口就开始盘算了 挺好 他有病 你说我在动他 那我就犯不着了 对不对 那你这意思就是想说老伴 刺负你的老 这是妻子共地之一 大妈一听 马上就来劲了 开始私自不倦的 给这老头洗洗脑 我是个农村人 我农村人 我是没有收入 你知道吧 家营地是有工资啊 有啥的 我都没有 我就是 差你这个年龄 给你这个工资 大爷一听就知道 大妈可不是好对付的人 你要是能伺候人 干嘛不去当保姆呢 还是想趁老头有钱的时候 多捞点钱 等老头生病了 就打包袱跑路嘛 我伺候人 我是能伺候 那你说是你的想法啊 那我就想问我 你一个人 你问我在这方面 我没有很多的考虑 我就能根据你的情况 我可以回答你 既然你自己都没有考虑过 那就别怪我狮子大海狗了 直接摊牌吧 我就是奔钱来的 你一个月开四千 你就四千多就都给我吧 我就给你四千多都给你 那你就不给我给呢 再往下就别谈了 这等我事我还能干 看到大爷态度有点坚定 大妈担心这道嘴的鸭子又跑了 马上把喝碗回落 你说你要是开始你归我 你说这不行怎么怎么 那你这啥意思你说的 我这人家说 想的还是免谈吧 不知天高地厚 这句话我还闹着 知道大妈是想前想的发疯了 还是自己穷怕了 眼看着大肉指定是吃不了了 大妈觉得那能喝点汤也是可以的 于是大妈决定为自己再争取一下 刚好我就想先聊一两天 闻着说 看他啥意思 谈的我不想多说了 就是你在经济上的要求 我接受不了 往下都没有谈 不谈了 没想到 下一秒就被老头泼一盆冷水 啥的敢都敢不懂 做人要有骨气 不能为了钱而委屈求全 最后这两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对于这两人的相亲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为这贵宾 红然不敌啊 农村重地大叔被成为气质出众的大妈相众 大叔铺红地毯迎接心中的女神 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拉着手不放了呢 才刚刚见面 大叔就抓住大妈的手不放 这么早 哎呀 阿姨好年轻啊 今年 知道 谢谢 对是今天来相信女主角赵亚娟 赵阿姨今年53岁 离 养老金每月1500元 无妨赵阿姨从小就比较向往农村的生活 她在我们的节目中 想中了家在农村的吴文彩吴大叔 她不嫌弃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 我可以 我能接受农村这个效果 你的形象和气质 我想象不到你跟着她回到农村去养鸡 农村农活你会干吗 农活我不会干 我可以学呀 为了追求幸福 她不远千里来到吴大叔的家 与男神相见 而此时的吴大叔已经准备多时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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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吴大叔 这个在这世上见过了 这个是吴文彩 然后他就叫呀 娟儿 行了行了 就拉 怎么拉手不放了呢 一见面 大叔就激动的抓住阿姨的手不放 俩人就表达了彼此对对方的好感 挺好的 比电视声还现实 挺挺挺 比电视声漂亮 漂亮 好看 雅圆是不错 看得不错 刚刚进院子 红娘就被眼前的画面震惊了 专门为这贵宾 红娘不利啊 红娘不利啊 大叔的红地毯让赵阿姨的好感备赃 真是实在的 都包括铺那红地毯的 确实是像那个那个大哥吴大哥说的 就是不管成与否 就是重视 实在的吴大叔说出更加实在的话 事实上这个是最大 那我之前也给你介绍过一顿 那怕没有这个待遇呢 那我就 那那 回看这照片 那你那这个照片 丑到当时吧 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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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能 这这这 你起码阿姨 你要动心就得 就得努力了 纪院后 吴大叔就迫不及待的 向赵阿姨介绍起院子的情况 但是这娘 这牛 这牛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我原来养上牛里的 对 之前看结婚指导 之前 原来养上牛 很显然 赵阿姨对大叔的家 是非常的满意 看着和农村环境 有点隔不相入的赵阿姨 冷静之后的吴大叔 开始有些担忧起来 锁城墙 咱往后看 那个 他过不过日子 那谁也不 谁都说是 我是过日子的 就将来的时候 那就是我号说 中看得中用 这中看不中用 那就不行了 说着说着 就走到了屋里 大叔让赵阿姨坐到炕上 你叫赵姨 这是玩儿媳妇 老姑娘呢 这东西 点着点着 这是姑姑娘 我就来家 还弄个堆 刚才就看着孩子 那俩孩子都得吃得上 咱这个家就这么想 咱上货都行吗 来 接下来 吴大叔对赵阿姨说出 自己对将来的一些规划 你挣多少钱 要咱俩走到一起了 我不过问 你自己支配 你爱的 给谁呀 等会我都不过问 我只要来到咱这个家了 那就吃喝 拉撒碎 全是我老头的事 阿姨的脸色 就知道那是对大叔非常的满意 眼看已经到午饭时间 咱大叔姑娘和儿媳妇把饭菜 已经准备好了 于是就把相亲从炕上挪到了饭桌上 弄到我上来 我这个 我每天我瞅瞅得一下 我这能照相吗 这怎么的 自从我给你传了照之后 片都得看一遍呢 那是啊 自从见了赵阿姨之后 咱大叔脸上就一直面带笑容 而赵阿姨突然说起自己的婚姻情况 没想到话还没说完 咱大叔脸色马上有情转烟 接着竟说出这样一番话 看到大叔对李反应如此之大 阿姨赶紧做出解释 就是和平离婚的 就是性格合不来 性格合不来 他再婚十多年了 好好好 俺大叔对赵阿姨离异这件事 仍然有些担心 离异的就是 我老是第二个 就是说是奥冠斯联的 这个 他为啥 他这里有个调和器 有什么调和器 这个孩子就是调和器 我为了就是不安全 接下来 经过赵阿姨一番耐心的表达 性格合不来 确实是这样 为啥欣赏你 就是说的 说你挺能干的 实在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咱们别吵别闹 过日子嘛 咱们这么大 岁数了 再找一个 就是恩恩爱爱的 自疼之热的 是不是 就是说你要再吵再闹 就失去意义了 我是这样讲 让吴大叔戒备的心 终于放松了 他就期余能无所谓 你什么这个标准 那个标准 爱情这东西 尤其像我们这老头的派子 都得靠俩人双方面去努力 此时 吴大叔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沈阿姨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了 当时我有个要求 要是 因为我要成功咱俩 生活在一起了 不急啊 什么 什么 那个户口啊 那个 还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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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证 必须得领证 听完大叔的这个要求 赵阿姨的紧张的心情 立即又放松了 因为赵阿姨对结婚领证这件事 也早有打算 这个就是像你说的一样 咱们处 处 对对对 得到一定 处的 新闻喝的来呀 然后说咱也是过日这 也也是 如果说没问题的话 这个 这个完全可以 那行 那就行 那我就放心 俩人对彼此的好感都不断增加 相亲的气氛 也是越来越浓 咱大叔还说起 将来俩人在一起后的日常安排 我去收休息了 咱们上帝去白包你去了 你在家做个话 大伙回来吃口 现成话 也就是 这就是我俩 我主外 你主 那这你主 那这 阿姨更是对吴大叔那是200%的满意 看着眼前腼腆的赵阿姨 咱大叔别提有多开心 最后在一片欢呼中相亲成功 你觉得这两人会一直幸福的走下去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最开始我想要10万呢 现在该说都说我 你10万是太多了 那我要5万6万行吧 我什么时候是没有 傻宝的 什么宝没有 那你傻宝没有 你还想找比如说 你修行给4000的 3000大点 3,4000的 完了 这3,000额外每个月给你钱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还得给你5万块钱 还是有点高 我发现 高什么高 现在的钱康话吗 现在呢 猜得10万把万都正常呢 我就要这个条件 这条打不到 我都不皮 65岁大妈相信太贪心 张口就要10万块彩礼 不仅要求对方有房 工资还得不少于3000块 结局舒服了 这次来相亲的是65岁的徐大妈 目前没有经济收入 大妈要长相有头发 要品味有个子 如果长得不难看的话 应该挺好看的 别看大妈条件不怎么样 找对象的要求 那是相当的高 耗子跳悬崖 冒充什么蝙蝠响 咱这里是电视台 不是许愿台 一把连进了 还三万五万的 干脆给你买驸马匠吧 想拿几万拿几万 红娘给介绍的是64岁的陈大呀 舅大爷这条件配搭吗 那是绰绰有余 大爷现在帮人家养猪 每月两千多块钱工资 再加上自己的退休间 一个月能拿小五千块 你感觉这俩人搭吗 搭的扣衣 不搭的扣眼珠 我就是约约这工资 就交给他 他给打钱就行了 买你买点就不用他 我就该去买人家嘛 就是工资都交给他 傻吧 还跑腿的都是你去 反正他就把钱 然后约约的 把钱可能就 对我做话就行了 你说买啥 然后他就把钱给你 你就付到出去买 他就在家里面 收好这摊 做话好吃来就都不巧 这就行了是不是 只要能跟你好好过日子 就行了是不是 大爷就是老实过日子的人 找对象的唯一要求 就是能给他做饭吃 而且大爷还主动的把钱 交给对方管 本来以为这俩人 相亲没准能成 谁知道刚见面大马 就没看上大脸 不行 这个太差了 中国偷一个对象 比天上差比不行 耍花口音 怎么像 耍花像不去那样 也会觉得 就那眼睛也不行 那眼睛怎么那样 是两个身材也不行 谁的尿黄 赶紧把他辞醒 背着双肩包 真把自己当小公主了 长得和那西游记里的黑熊精神呢 怎么还好意思说人家的呢 既然演员上没相中 大妈坐下就开始问大爷要钱 你退休了 月多少工资 今天两千多钱 在这大宝多钱 两千四 你月能给我多少钱 我就跟你说不说多少钱 因为月能给一条 你月能给我 一月可以一千 格外能不能给我 别的钱 给我五万六万 你怎么没有那几千 没有那几千 现在办老伴不得钱吗 是 现在的生活 别说办老伴 就不办老伴 你得有钱了 没有钱 特别你办老伴 对对对 谁家好人刚见面就给你钱啊 你是来相亲的 还是来取管的 再说了咱看看自己哪里值五六万 长得不美 想得倒是挺美 说是可以一千 面数多我就不可以你有什么办法 你说是钱他这是两千个钱 那工资太低了 怎么还不得三千到四千 那可是大家 那咱是有退 咱有 我什么时候是没有 什么包没有 那你傻包没有 你还想找 比如说 你究竟给四千的 三千大点 三四千的 完了这三千额外每一月给你钱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还得给你五万块钱 还是有点高 咋子 高什么高 现在的钱康话吗 我最开始我想要十万呢 现在该说都说我 你十万是太多了 那我要五万六万行吧 找不然我 年轻的时候要多少钱 哎呀我那是就是高行啊 就是四十年以前 四百块钱 那别的工资都多少钱呢 哎不一样 有三百有二百的 就当年四百块钱的时候 咱就是高行 嗯嗯 就是四百块钱 嗯对嗯 四百块钱才利 那就是挺高的方向 那都要才利 那现在呢 才利十万把万都 这真长呢 爸妈咱是数塑料带的吧 怎么这么能装呢 那口气比角气还大 张嘴就要十万块 有那十万块谁还找你啊 我就是这个条件 我就要这个条件 这条件打不到哈 我都不皮是 这都拿点工资钱就了 这都不了笨的 笨打不 大妈咱赶紧回家吧 别再来祸祸老头了 长得和猪八戒她二意识的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要钱的 最后俩人也没有牵手成功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点赞加关注 再看不迷路 散会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